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问我 怎么有办法一个工作做了20年 我会告诉你 保持热情 莫忘初衷 当我还是之前的小护士时 有一位胃癌的黄贝贝经常住院 尤其到了末期 经常因为吐血或结血便住院 碰巧每次大夜班都是我照顾黄贝贝 而她也总是带大夜班结血便 因为只有她的太太一个人照顾她 所以我经常需要去帮忙 换床单 换衣服 有一天清晨 黄妈妈到护理站跟我说 等等方医师查房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请方医师多给黄贝贝一点时间 她有话想要跟方医师说 当时我虽然答应了黄妈妈 但是心里想的是 拜托 病人这么多 医生这么忙 哪里来得多一点点时间 查房的时候 方医师在结束了立行性的诊室之后 坐在黄贝贝床边 拉起了黄贝贝的手 放在自己的另外一只手中 握着黄贝贝的手轻声地说 我告诉你 你不管管住在这儿 工作人士都一定要精心向你照顾 你如果 assumptions 你都会遇到你的手 我都会被估计你 这一幕深深地撼动了我 即使现在已经工作超过20年了 方医师握住病人手的那一幕 还轻索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感动着我 黄伯伯去世的那一个晚上 还是一直结血便 还是在我的班里面 我还和黄妈妈一次又一次的帮她换衣服 换创单 在她离开前 我们还一起帮她换了干净的衣服 让黄伯伯干干净净的到极乐世界 多年后的某一天 黄妈妈突然在一楼交住了我 拿了一个红色包装的东西说要送给我 我当然拒绝了 但是黄妈妈的话让我震惊了 黄妈妈说 你一定要收下来 这是她的姻愿她要的什么 谢谢她的这一段这一段 照顾得很好 谢谢 谢谢 黄妈妈说 她来寄院当志工的路上 也会经过黄伯伯安息的地方 她总不忘在经过的时候 跟黄伯伯说 让黄伯伯知道我的近况 也让黄伯伯知道 她有持续当志工 非常感谢曾经那一段的帮忙 她还照顾我们 这样 还照顾我们